他曾化身社交情圣林祥 表思逆袭 斩获事业 收获爱情 他曾坐镇新岁级诊室 成为医生罗浩 关注情感 为爱疗伤 他还走过匆匆那年 细腻演绎重情重义的赵叶 在奋斗打拼中不断成熟 或搞笑或稳重 极具张力的他正灵活切换于不同角色之间 是魅力主持 更是实力演员 他就是本期超级卡司的专访嘉宾李川 欢迎李川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川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超级卡司见面 腾讯热播网剧一起通过窗里 你演了个见气外露的角色余浩 这个角色与你之前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自己怎么解读余浩这个角色呢 其实我在接到这个剧本在研究余浩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难演的人物 至少对于我来说特别难 我分析他大概是有一些集合体 像比如说他特别类似于《爱情公寓》里面的曾小贤 然后再加上《丑女无敌》里的嘉明 再加上《失恋33天》里的王小健 然后再加上康喜来的小S 所以你在一开始看这剧之后 你就会发现余浩是一个有点适事的 然后有点渐渐的 然后有时候还有点小蔫坏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在慢慢的读剧本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其实他对于朋友特别的仗义 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挺朋友 内心其实非常的野蛮 而且我们这是一个讲述大学生活的剧 就除了平常的朋友交情以外 还有余浩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专业是特别的认真 而且细致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立体 然后很有趣的一个人物 其实一开始接到剧本的时候 我就知道塑造这个人物肯定会非常辛苦 因为他跟我本人的性格 包括之前演的角色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也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来试一试 能不能够尝试一个和自己跨度非常大的一个人物 我去完全脱离我本身 然后去塑造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在最开始的积累人物过程当中 我就参考了各个版本类似的人物情况 在演的时候 其实最难的是要把自己无时无刻的不活在人物当中 因为我跟这个人物反差太大了 所以我生怕就是一跳出来我就跳不回去了 然后每次在去片场的路上 我们童子演员就会发现 李川你这个又开始打鸡血了 我说对对对对 每次都要在路上打上200斤鸡血 然后在片场无时无刻的不自我暗示自己 没错我就是于浩我就是于浩 因为这个戏现在你都要成行走的表情包了 自己被做成表情包是什么心情 会介意被解丑徒吗 当然不介意啊 因为说实话表情包这个问题 我在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因为于浩这个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人物 所以表情包是在所难免的 而且我还在微博上 我说欢迎大家来解表情包给我 而且我也会用大家给我的表情包去聊天什么之类的 但是丑徒这个事吧 我觉得我是完全不介意 因为不论美丑 只要是在人物当中呢 在角色当中的图 我觉得就OK 只要是表达人物是正确的就OK 敬如老师 敬如老师呢 是一个这个貌美如花的老戏骨 当时我跟他第一天见面 我们是在化妆间 然后彼此都不熟 其实说实话当时还不认识 然后我就进去了 我说啊 这个你是赵叶的媳妇吗 他说赵火花 然后瞪了我一下 然后我说哎呀我怎么白剪的这么漂亮一个媳妇 当时感觉就特别的好 然后在之后拍戏相处当中的相处的感觉就非常的融洽 尤其是在我记得最后一天我们在拍 我们两个车上求婚的那一场戏 当时真的可以感觉到在彻底的两个人完全不是在演 是用真情实感在演戏 就是两个人互相带动那种感情 尤其是两个人望向对方的眼睛 就是看一会儿两个人都会想哭 真的是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林家墨这样的女孩是你的理想型吗 其实我对于感情来说 我是我也是很向往那种相中以沫的感情 就像在从那里面赵叶跟家墨两个人从高中相识 然后一直陪伴着走过了十多年风风雨雨 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就印证了那句话就叫陪伴就是最成情的告白 而像剧中的家墨呢 她就是那种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女孩 然后特别有担当 而且还很爱笑 其实我本人还蛮喜欢爱笑的女生的 之前有过其他国家的演员搭过戏吗 你觉得语言不同会影响发挥吗 这次拍《愿灵2》是我第一次跟国外的演员一起来搭戏 像海纳呢 像奥姆她是不会中文的 但她特别厉害 她要在剧中就是要强记住中文的发音 然后来说中文的台词 那我也会帮她在旁边纠正一些她的一些发音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两个不同语言的演员搭戏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海纳虽然不懂中文 但是呢她会根据我的台词的语气和神情 她来做出相应的反应 而且不同国家的演员搭戏呢 我会发现会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会有不同的表演的方式 我还蛮喜欢这种两个不同地域 或者不同文化的演员来切磋的 你今年还有一部和刘亦霄和盛宁合作的电视剧《万情歌》 你面临饰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拍摄时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 我们这部戏叫做《忘情歌》是一部民国戏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民国记者卓山青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演民国戏 不过还好 我在做演员做主持人之前 有很长一段时间做记者的经历